特區不可能單方面落實兩地兩檢,必須得到內地的配合。 而兩地兩檢最大的缺點在於局限乘客只可以在設有通關口岸的內地車站辦理手續。 即使撇開成本效益,事實上亦都並非所有從香港可以抵達的內地高鐵車站都有條件或能夠設立這個通關的設施。 因此,要在多個內地的高鐵車站特意為北上離開或南下前赴西九龍站的乘客設置通關的口岸, 可說是不設實際。